每个行业背后都有段不为人知的心酸食 为了养家糊口再辛苦这套路还是得走下去 在这日新月异科技发达的时代 还会有人记得这个已经没落的西洋工业吗 在15世纪初马来西亚发现了西矿 而在19世纪末 霹里州的靖达谷是全世界生产最多西矿的地区 而位于靖达谷的雾边更享有西米昌的美誉 进而吸引了不少难赖的华裔同胞蜂勇前来采系 造就了当时马来西亚西矿业得以的蓬勃发展 采系有很多方法如铁船法、沙蹦法、矿井法 而流浪法是最原始的方法 从事淘金淘系劳动的客家女子 她们有个心酸的名字叫流浪女 流浪女一天的劳动所得还不到十块工钱 不论是金沙还是西米都不归淘金淘系者所有 西矿业目录 流浪女这个行业也渐渐的走入历史 在艰辛刻苦的恶劣环境下 流浪女练就了勤劳刻苦 节俭持家的美德 我爸给那流浪妇女的那个叫执照吧 我们叫流浪子啦 它是有地区的规定的 比如说你在金堡了 你真的在金堡区好些西苗 可以这么说吗 根据这个资料的记录吧 他们洗流浪的产量 是占了我国的 中西产量的3到5个% 虽然洗流浪这个行业 已逐渐的被时代巨人淘汰 但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大约很多年了 十几岁就死了 死了五十几岁 女性没有什么读的 女性好少的 只是打一下银河 读那些读读啊 人次坐下不上 下马上去二十几岁 下马上去下马上去 下马上去 下马上去 这儿坐那么多 不是哪里就赞得到来读读 小哥哥那么多 有时候我们去 旧板有福郎很紧的 就走路去咯 那些小河的 小的那些 就是载车去咯 有時半粒鐘,有時兩粒鐘,很遠的又有,多少都有 辛苦,什麼不辛苦啊 但有錢嘛,好像一斤就有什麼東西 有時一斤,有時一斤,有時五斤,沒停續的嘛,洗這些 洗食物,沒停續的嘛 又,又不是洗多一點,沒有洗少一點 洗開家機,整乾淨的,整乾淨的去買 他們有時一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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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一斤 有時一斤,有時一斤,有時一斤,有時一斤 我們總是很厲害 我們一起做婦女嘛,在這個1900年代的初期 大部分都沒有受過這個教育 啊,大部分的家庭都是,經濟也不很好 他們都是非常的群奮 除了在家庭里面处理家屋以外嘛 有些呢 就去洗流浪啊 或者在矿场里面做炸工啦 矿场的炸工嘛 通常都是 过这个茅草啦 还有帮助这个 乌冷 乌冷 我们叫乌冷啦 就是 帮助洗洗澡的 那个工作呢 还有做这个矿场的那个厨师啊 还有做其他的炸工啊 不论如何啊 他们也帮助到我们家庭的经济 这是我们 啊 华人 是华语护理的 这种一种 啊 熏牢啊 节省啊 一个一个非常地跟美歌来的 我十七岁的老公的啦 是呀 我老公四十二岁没做工啊 也都没做工 烂 现在八十三啊 老公不好的 难到 难饮 难到难饮 什么都没用 很多酒喝呢 又有喝酒呢 又有人情呢 哦 不用女儿啊 你多吃饭饭饭 哪里有狗 哦 不用哪里有狗吃 我老公吃啦 老公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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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呢 儿女生啊 绿丝 啊 公屋公车 又有呢 哎 哎 很可憐 現在我還要安樂的有錢 我生的兒子都沒得吃 雞都沒得吃 除了青菜 這裡呢 這裡可以吃 又窮 很窮 現在人也很窮 像我這麼窮 有些人很多錢 我又這麼窮 這麼老都是洗尋米 就窮了 我記得現在沒有洗 兒女大開 不讓媽媽洗尋米 媽媽吃媽媽 我怎麼沒人吃 他有兒子吃 我都沒有兒子吃 兒女多什麼樣子 兒女有公屋 有公車 給你多少 我兒女 我五個兒女 三個女兒 兒女有老婆 我沒有女兒給 給一點點 媽媽我都沒有女兒 怎麼給 媽媽就洗尋米 媽媽可以去做工 兒女生媽 她養大 她養大十三個孩子 但十三個孩子 卻養不起一個她 年婦一年 日復一日 她頭頂烈日 手持流浪棚 赤腳射水 彎腰勞動 就算再辛苦也不成停歇 只為扛起這個家 婚頭為了夫家 婚前為了娘家 他們付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 只求換來一家的溫飽 但卻剥奪了自己受教育的機會 雖然他們不曾受過正統的教育 但經歷的種種人生歷練 卻開拓了他們的視野 增進了他們的知識 當年我們華裔的婦女們 不要說1900年代的初期 即使在1950年代 有不少的那種年輕的少女們 都沒有度數的機會 他們不要說對於這個文字不認識 甚至到這個123字也不會寫 可是他們非常有智慧的 意思說投標 他怎麼樣投標呢 因為他不能夠寫嘛 他就用這小石頭啊 小石塊 每一個石塊呢 就作為一千塊錢 他用那個小樹枝呢 每一枝呢 當為十塊錢 另外用的小樹葉 小片的樹葉呢 每一塊的當如十塊錢 比如說他要下標三千六百八十塊 他就用三枚小石塊 六根這個樹枝 跟八塊小樹葉 用那個報紙包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交到給我們那個 狂藏的資源 手上去 差不多每一般婦女 都是這樣做 然後我們打開來呢 就照你們來計算呢 三個小石塊呢 就是三千 六隻小樹幹 又六百 八塊小樹葉呢 就八十 就三千五百八 就以此類推的 其然呢 那個下標的價錢高呢 就 他就得標 就那個 就給他去 陶喜細苗 因為陶喜細苗嘛 是 一部分是靠他運氣 一部分也靠他的這個自備 跟這個 所謂 他的能力 就是說 我有好幾位 陶喜細苗 婦女的朋友 他們的時尚跟那個 礦主啊 是 投標 我的 陶喜 礦福的 這種 權利吧 因為他時尚有這種 機會去陶喜細苗 可以作為 一般 一般 喜流浪婦女的 一個 領導吧 一個領頭人吧 他們也找了不少錢 甚至他們的 家當吧 比我們 礦主更更多 這也是由於他們的 勤勞 和他們的智慧 加上他們 節省吧 累積了不少的財富 甚至要不少 然後 後來也成為這個 盲牆的主人 甚至 也有進行這個 這個礦場 也有 也有 例子 沒受過教育的 流浪女 也許 從其一生 只為家庭 庸庸怒怒 殊不知 她認為 微不足道的這一切 其實為馬來西亞的西匡野 及發展史 留下了輝煌的足跡 從這些傳統流浪女的身上 我們更看到了 中華婦女傳統美德的縮影 這充分地說明了 當時的流浪女 不僅擁有勤儉刻苦的美德 有些更具備了 過人的才智與勇氣 在那男女不平等的時代裡 成功闖出一片新天地 證明了女性也能衝起半邊天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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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走開 阿姨好 阿姨 請你走 請你走 走開 我請你走開 阿姨 阿姨 試用三 試用三 你給我手 S3可以過去嗎 不好意思 去找女士 啊 黄大 有没 我会为命呻 许多久 那我给他逾捞 哦 你会做 clean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